大逼學生群聚愉快 一旁還有錦麗站崗 美國南加州大學校內示威 不少台灣留學生遠赴求學 好不容易將迎接畢業典禮 就等撥碎完成求學之旅 但這畫面不只遺憾落空 連期末上課都成問題 留學生Eric在台灣上班多年之後 兩年前到南加州大學 念空間數據科學所 原定5月9號10號典禮 主演講是全體學生一起參加 現在被迫取消 就連優秀學生代表的演講也沒了 留學生家長不只擔心孩子安全 對於典禮少了重頭戲也覺得可惜 黎媽媽最後決定照原定行程 5月8號為了兒子觸發南加大 但不只美國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 也有學生搭帳篷掛布條在抗議 美國校園示威潮不斷擴大 隨處可見抗議者學生 但這些準畢業生以及家人 其實也只希望能好好完成典禮 留下求學階段的最後回憶 TVBS 陳友祥的一台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